這個房子自始至終都是在原地 沒有移到其他地方新建過 賴拜拿出戶口名簿 強調賴清德老家中服八十四號 一直都在 新北市政府秀空照圖 指稱賴家老宅建物 是民國九十二年才出現 新北市提供國土匯測中心 以及航測分屬空照圖 說民國七十年代 賴清德老家中服八十四號建物尚不存在 指控賴清德老家是民國九零年代 才出現的新違建 但民進黨反擊這個定位法有異議 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 比對航測分屬 六十八年跟七十三年照片 中服八十四號似乎有建物痕跡 但新北提供的門牌對照圖 民國六十八年八十四號卻定位在樹林中 而民國七十三年定位正確 也有房屋痕跡 但新北市強調 他們是用現在建物地點定位 去找先前的模樣 公務局是以現在的八十四號門牌建物定位 反推出該建物在該定位點過往年代的變化 建築物不可能移動 空照圖各說各話 專家分析 航照跟地級圖多少存在誤差 那些的老家話題吵不完 前立委求議到地檢署案例控告說賴家原本住在中服三十一支二號八十四號是後來才建的 但查詢門牌記錄民國六十年中服三十一支二號整併成中服八十四跟八十五號 並非如邱毅指控賴家老宅話題藍綠持續纏鬥 參選環業界原本台北參謀島